大家好,我是白神木丸唐大叔 一阵子不见了,大家都好吧 给大家带来一期我一直在等的 之前在温哥华车长的时候 也跟大家看了一下 确认了几个我比较关注的东西 一会儿会细讲 那这一个全新的 在官网上就叫All New Compass 指南者全新的 这个指南者虽然同样的名字 都是叫指南者 但是和之前那个是完全天地的区别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上次拿的也是一台白色的 最最基本啥都没有配置的Sport 那这次拿的是一个 总共在加拿大版有四个级别 对吧 Sport运动版North 直北者吧 随便你怎么叫了 第三个Trail Hawk 月野之音最后的话Limited 就是比较偏城市的 那Trail Hawk是我肯定是里面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台 也是最最关注的 那今天拿到了 跟大家就聊一聊 那月野之音这个也提一句 在指南者里面 月野之音是比其它是要高的 唐大叔目测 我是不喜欢搞数字 所以我没有看具体高度 目测看的话真的高蛮多的 就特别是这样子这一块 跟木马人一样 它原厂撤出来这块给你多了很多的空间 所以高可能就最主要这块是一大块高出来的 当然那个Trail Hawk不细讲了 对吧 什么可以涉水啊 抓地利好啊 转弯比较灵活啊 前面后面进入的角度啊 对吧 离地高度这些东西了 那就知道都是越野最主要的一些指标 第二的话呢 这个Trail Hawk它的顶是全黑的 就是全黑的 第三的话呢 前面这块也是 已经可以盖成这块 特别是这个白车 一般我是 白色不是我第一选择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白色配红色是好看的 配黑色是好看的 那这个主色和刺色呢 很难说清楚了 因为它非常平均的吧 怎么弄开了对吧 有黑有白 中间带一点红 我觉得很好看 再来前面就是这样子了 为什么说它像那个切诺基迷尼版一样 对吧 前面的7sla grill 吉普呢 被喜欢的七大洲 还有呢 当然也是go anywhere的意思 哪都能去 七大洲随便你想去都能去 那这么一台车 再来这台车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像这台越野之鹰的定位 跟自由光吧 越野之鹰一样 它其实是城市SUV 或者compactSUV 它定位的肯定城市开的多 但是年轻人好啊 小家庭也好啊 或者是喜欢吉普这种 它要有这个四驱的能力 所以这台车呢 比较起木马人的话 它里面的配置就会非常好了 那简单说呢 那和自由光都到一个级别了 原来指南者和那个爱国者 它是故意区分开的和这个自由光 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大小的SUV 当然爱国者会更大一点 它有点想学木马人就简易版这样子 当然做的也就见仁见智吧 毕竟它性价比摆在那嘛 对吧 它肯定比不了木马人 但是那种简单 它是走的那个风格 那原来自由光等于说和轻能机重叠了 那最早的时候呢 就通过一些配置啊 各方面的给它区分开 所以导致那个指南格比较缩水吧 没有太多东西可以选 但这台车呢 这台车完全可以配到 就是前面有ACC啊 我讲的大眼睛啊 防撞的啊对吧 那旁边有盲点监控啊 里面配置也是一样 8.4大萤幕啊 四驱系统啊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像这台车呢 你是可以选Beats 就是Doctor Dre Beats的音响的 讲了一大堆啊 顺便把背景也交代了 那咱们开始一样样过一过吧 那首先呢 这个车呢 可以是key light century 手一放就可以了 关车的时候一按就可以了 现在唐大叔要是锁在里面 就不给大家看了 另外呢 如果这个车呢 有这个毛点 监控呢会有三角标志 那这台是是没有配 如果配的话是可以选配的 再来的话 顺便瞄眼 刚刚没看到就是轮毂和轮胎的组合 一个全地形轮胎 对吧 17寸的轮毂 然后呢 里面是弹簧避震的 这台车呢 唐大叔后面会放点小试驾 开起来非常舒适 那越野之音呢 这个是有自动投灯的 平时放到这可以了 越野之音是配雾灯的 那这个是去玩很多地方 都没有路灯的嘛 特别在国外 那照明特别好 对吧 那再来的呢 这边系统啊 其实啊 这里可能看不出来 咱们从 这里来看 是一个Uconnect系统 对吧 升级8.4寸的 标配是7寸的这么一个 那现在就有意思了 这台车终于被大家等到了 就是这个车是可以选到 这个Apple CarPlay 还有Google的那个Android Auto 终于是有了 那简单来说你手机上放的那种 那种就是听歌啊 放些东西啊 回短信啊 乱七八糟的 详细的可以去这两个网站 对吧 苹果和谷歌的那些网站去看 但是而且新的设计 那这里面主题色可以换两种 现在标准就是橙色的这种 也可以换成红色的 应该也不错 这样更一致 可能红色更好一点 那再来的话简单说 这个我也不细讲了 和以前一样 真的大家比较不管德系很多日系来比的话 Uconnect系统 大家还是蛮公认说真的很好用 就像手机一样 对吧 简单一个例子 那你喜欢什么经常用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拉到这里 对吧 就像手机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很一目了然的 另外的话呢 这里 刚才说以前也细讲过的 那方向盘后面呢 都是有这种音量控制啊 换台啊 听歌的不同音源啊 所以手不用离开就可以 可以这么 对吧 目测前方 安全性会更好一点了等于说 那再来就比较重要的东西了 啊 咱们这个四驱系统 对吧 Active Drive 2 在自由光上已经看到过了 这个平时放在自动就可以了 嗯 雪天的时候就打开真正的四驱了 雪沙泥 石头呢 当然就会配合着low gear了一般 很慢的速度 更好的扭力 更好的控制 当然这些配合打开了 那下车的时候呢 可以帮你盯住速度 自己去控制 这些都是越野里面会用到的东西 或者路况特别复杂吧 可能露营的时候 特别复杂 路况也会用到 那再来呢 这个是个手自一体的 那除了可以用自动挡呢 你可以调到这里 唐大叔现在木马人嘛 我是自动挡的嘛 那我平时开车 我都是用这个来开的 但这台车配了九速了 那可能这个换挡里面就是 动作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没有像木马人五速变速开起来 那么简单一点 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 但是毕竟是另外一种玩法 另外的话就越野的时候 有可能会用到更好的控制 对吧 另外这些车呢 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一型节能方式吧 会把引擎关掉在红绿灯的时候 那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 另外呢 比较高大上一点就不是手刹了 对吧 第一就省出来一点地方 第二的话比较高大上一点 这样手刹就就刹住了 对吧 如果你想玩甩尾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关掉 这是另说的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 这个叫arm rest 对吧 这里是可以前后伸展 所以还是挺好的 那里面的地方呢 不能说很大 不或者不大吧 小小的这样子一个 再来咱们就看看这个后面空间了 上次讲sport的时候 就提过一下 唐大叔呢 1米73左右的身材 在城市SUV来讲 我真的觉得这个空间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 大家来看看 哪怕是1米8左右 后面非常舒服 那再看我腿 前面的凳子是正常的前后 非常舒服 不用说了 在这个大小的里面 SUV来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后排的空间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 现在的车越来越多的 注重这种在车上 对吧 电子东西太多了 那USB 最爽是可以插三插的 后面玩电脑都可以的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 像唐大叔一样 喜欢拍视频的 下次出去玩的 可以在车上工作了 对吧 那当然那三个座椅呢 就是说 如果小家庭现在有一个baby 将来有第二个 后来第三个 最多理论上可以放三个座位的 当然实际用的话 我感觉两个差不多了 婴儿座椅 那同时呢 婴儿座椅下面的那种锁的东西 肯定都有的 有这个标志对吧 所以我才说两个吧 可能 那当然小朋友大一点 就是不用整个大的座椅呢 可以坐三个人了 但是还是不错的 一般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子了 再来呢 咱们就来到后面 那这台车 对吧 作为一个小家庭好啊 或者是说 年轻人啊 对吧 特别求学阶段 我觉得啊 我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介绍我就想到是 适合求学阶段的人 那当然小家庭也是一样的 对吧 一个 特别是一个小孩子 到两个小孩子这种家庭 那 越野之音呢 肯定配了那种 迷迪的脚垫了 所以是很帅的 嗯 看到一点点吧 对吧 那再来的话呢 这台车的唐大叔要确认一下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全尺寸的备胎 或者是 当然这台说到越野的话 我们讲的越野分两种 轻越或者极限越野这种 肯定我们讲的是轻越野类的 那越野另外一个呢 前面有钩子 后面有钩子 两个小红钩 这也是越野之音一个标志 另外也是越野车 这样的话救别人或者自救都可以的 那当然越野之音这个级别的话呢 下面也会有一些保护的主要部件 当然这里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咱们尽量试试看吧 看到一点点 对吧 轮胎也是 是一个全地形轮胎 平时公路上也是可以开的很好的 像我刚刚说的这毕竟是城市SUV 然后周末可以去玩的 一般情况都可以应付了 当然我没机会试雪天 但如果用我之前经验 那个雪天开自由光的差不多轮胎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现在咱们去试试 这个搭载了四个缸2.4升 阿克莫迪尔Tiger Shock引擎的 然后九速变速的 这台全新的真是全新 刚从Truck下来的一台全新的 从起步对吧 进入一档什么的 非常平缓 那最早说呢 大概一四一三左右吧 这个自由光换到九速的时候 最最早的第一年 大家很多人觉得 哎呀这九速变速还不完善 还不完美吧 换档什么什么东西啊 不够顺啊什么 啊经过几年之后呢 至少在切诺基上面 我开九速这几年1617款的时候 发现你们就没有发现那些问题了 那也没有听到大家反馈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九速用的是一样的 所以也等于说17年最新的了 这一套 咱们来感觉感觉 至少是头一两档对吧 在这种停车场啊 或者是在小区啊 或者什么地方开的这种感觉是挺平缓的 现在试试小加速 加速比较平缓 而且动力感觉还是非常够的 呃这个车和切诺基差不多吧 那种重量大小各方面 所以呢呃这个 9速配了9速的2.4升 其实自然兮兮就够了 呃这个是不像有些什么 turbo啊 supercharge那些没有的 就是这么一个呃简单的这么一个自然吸气 所以反过来说呢 你只要用87的regular就普通油就可以了 这也是比较爽的地方 那方向盘呢也挺轻的 有这个物理辅助的啊 男孩子一家女孩子也好 不会像没有针对啊 我就是举个例子 mini cooper的那种那么重的方向盘 挺有意思这台车 其实它是很城市SUV的 或者我们叫crossover的 或者叫compactSUV这种类别的 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开的多 但是当然这些又是trailhawk trail rated 就是说可以去越野 一方面呢就是城市SUV 它配置就非常好了 我相对木马人这样来比较 对吧 另外一方面它有性能 真的是不错的 非常好玩的一台车 很难去找到更好玩的了吧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类别里面 这刹车也是很灵敏的 那在底盘处理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舒适性非常好 因为它是独立悬挂的系统 这个悬挂系统呢是官方叫offroad 就是越野悬挂系统 当然不说这些专业名词的话 就舒适性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处理 像我走这条路会比较有点小颠簸的 那处理的非常好 可能从镜头也能一定程度感觉到吧 晃得不是很厉害 那我这里故意不减速呢 经过这个铁道 这个 哦 好处理的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完全不比大切差吧 或者一些舒适的方车或者SUV 真的挺舒服的 虽然没有这种大V8的推背感 但是动力呢不会感觉非常不足的 因为我比较对象呢就是说同样定位的 假如年前买的一个小房车这种比较 那我之前也说过 感觉动力就是不会比小车差的 因为唐大叔以前开过本田Ciric 思域的那个小车 那1.8的没什么力量 这是2.4的 当年可能是5速的 现在这是9速的 差别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个是个四驱 现在是自动模式下呢用的是两驱 肯定是前驱 那它是有真正四驱 而且Trail Hawk嘛 它是有低速四驱 那是真正的4x4 一般我们说的四驱呢那都是就是AWD AWD全驱那种呢 其实是假的四驱 这里也不细比较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一般来讲就是一部分动力放在前面或者后面 而不是说真正在像吉普这种四驱的情况下 它是每个轮子25%动力的这种 我挺喜欢的 这车开起来真不错 开起来非常的不错 好的好的 那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唐大叔点赞 如果有朋友在关注这个车 或者觉得这里面信息有帮助呢 记得跟大家朋友分享 好不好 然后呢接下来我会继续关注 接下来两年真的是吉普的大年了 木马上要改款啊 可能后年有皮卡的更多消息啊 还有一些东西 唐大叔呢已经在另外一个视频 再马上准备做了 整理好了 现在应该接近9月10月份发布了嘛 那些最新的吧 木马上的一些消息 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下次再见了 拜拜